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楼兰的土地上 瑞典人贺定于1900年3月在罗布泊探险时偶遇了一个神秘古城 这就是隐藏一千多年的楼兰王国 这座离奇消失的古国遗址 后经证实居然真实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 从出现在史记汉书中开始 楼兰活跃了几百年 然而却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神秘消亡了 楼兰的这个国名据传是因为经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 有一个古城出土的文物上写着库罗莱纳一词 而楼兰正是库罗莱纳的音音 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住在这里的人属于印欧人中 在汉武帝时期 来往的商人和使者都要在此休息 也正因为如此 才在这个西北荒漠之中产生了一个繁华的都市 在汉朝时期 楼兰国因为替匈奴充当耳目 并且劫持过往的汉人商队 于是在公元前108年 汉武帝举兵讨伐楼兰 后来楼兰王被俘虏 投降汉朝 但是文献记载 楼兰王同时也向匈奴进攻 表现上向汉朝称臣 实际上两面称臣 或许因为由于楼兰曾经被汉朝打败 所以在汉朝的史书中 才有了许多有关他的记载 这段最详细的有关楼兰古国的记载 源于《史记匈奴列传》 后来有关楼兰的记载 大多呈现于中国古代诗歌中 比如 不破楼兰终不还 辞君一夜娶楼兰 愿为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等等 由此可见 楼兰是古代的一个战略要塞 那么当年位于西北边塞重要阴侯的楼兰古国 为何神秘消失了呢 欧阳综合专家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五种可能性 一 楼兰消失于战争 公元五世纪后 楼兰王国开始衰弱 北方强国入侵 楼兰城破后被遗迹 二 楼兰的消失与罗布泊的南北游移有关 罗布泊南北游移的周期是1500年左右 距今1500年前 罗布泊的漂移导致楼兰干旱缺水 生态恶化 最终人民不得不放弃这个古城 迁移到其他地方生存 三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瘟疫 一场从外地传来的瘟疫夺去了楼兰城内十之八九居民的生命 侥幸存活的人纷纷逃离楼兰 远避他乡 四 有历史学家猜测 楼兰在那个时候可能被一种生物入侵打败 一种从两河流域传入的楼孤昆虫 在楼兰没有天敌 生活在土中 能以楼兰地区的白高泥土为生 成群结队地进入居民屋中 人们无法消灭它们 只得弃城而去 五 最后一种可能性 欧阳觉得比较靠谱 楼兰消失与丝绸之路的变迁有关 当时由于丝绸之路北道的开辟 导致楼兰谷国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失去 依托丝绸之路的楼兰谷国经济每况愈下 最终楼兰人民不断外迁 留下一座空城 无论楼兰谷国因何原因消失 它都和所在的罗布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卫星图上看 罗布泊像极了一个大耳朵 长约60千米 宽30千米 明暗相间的线条一圈一圈的向中心收拢 为了揭开罗布泊的神秘面纱 很多人都想要去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古城一探究竟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最神秘的景点在上个世纪 只对考古学家和一部分人开放 据传当时的门票价格高达4万元一张 能够真正去到这里的人少之又少 即使是在今天 新疆楼兰遗址门票不是几百 而是上千 竟然高达3500元 堪称天价 而且这还不算什么 去这里还得提前半年预约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为什么罗布泊的楼兰遗址如此神秘呢 这要从1980年的一件考古事件开始说起 1980年 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神秘失踪至今未归 前几年还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鬼吹灯之九层妖塔》中 留下纸条 《我往东面找水去》随后在沙漠失踪的杨教授 影射的正是1980年彭加木失踪事件 关于彭加木的离奇失踪 网上主要有三种学说 第一种是双鱼玉佩说 双鱼玉佩即刻有两条对称形状的鱼的玉佩 是从内蒙库自治区哲理木蒙奈曼奇辽成国公主 及木马合葬墓出土 网上有传言 在1956到1960年之间 新疆出现了大量的复制人 当地不少部队和百姓都被复制了 在彭加木一行人的考古队中 也发现了这块神奇的双鱼玉佩 彭加木在一次实验事故中被复制了 为了避免这样离奇的事件外泄 于是彭加木改名幻姓 隐匿于世 对外宣称彭加木失踪 网上传言称 正是因为在罗布泊出现了 像双鱼玉佩克龙人的离奇事件 所以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才选址罗布泊 随后 随着新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爆炸 一切都消散在尘埃之中了 罗布泊也从此成为军事禁区很长时间 至于那几次实验 到底带走了罗布泊多少未解之谜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就是时空穿越说 有人认为 罗布泊这个地方的大耳朵 正是平行宇宙的交界点 彭加木在考古图中 可能无意陷入时空虫洞 因而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还有可能穿越到了古代的世界 不少学术界的人士 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历史上的王莽 就是彭加木穿越到西汉时期 论证就是王莽在篡汉之后 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度 这都像极了现代人做的事情 王莽改制包含主张土地国有 计划经济制度 废除奴隶制等多项政策 这个和当时中国所施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非常相似 在王莽所处的西汉时代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带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的政治家呢 甚至是胡适先生都认为 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王莽就是彭加木的说法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种假设虽然听起来很离奇 但是同历史上王莽的行为和画像 与彭加木对比来看 欧阳倒是觉得还真有几分相似 有关时空穿越的假说 在国内外也时有发生 相信百慕大三角发生的很多离奇事件 大家都有耳闻 很多科学没法解释的事情 往往都会被认为是遇到了一种超科学的力量 最近几年美国有关UFO的视频也放出过很多次 说不定地球文明真的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维系 只是人类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吧 第三种说法就是彭加木被队友集体谋杀 2012年在网上突然出现一篇文章 一个叫朱明川的法医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在2005年4月11日发现的一具干尸 被认定为是彭加木本人 而如果这具干尸真的是彭加木的话 从施辣判断 彭加木并非饿死或者渴死 而且干尸头部有三处钝气伤 四肢十一处钝气伤 胸腹背部有27处钝气伤 因此他断定彭加木是他杀 除了根据法医的判定 朱明川还提出了三个疑点 首先 彭加木留下的纸条有过日期更改的痕迹 六被改成了七 为什么纸条的日期被更改 肯定是有某种原因 其次 6月17日 在马人文的考察天气记录中 从下午30起 库木库都克刮起了大风 漫天黄沙 然而在考察队员们的陈述中 下午4时不见彭加木回来 大家开始冒着风沙寻找彭加木 并在附近找到了彭加木的 留下的非常清晰的脚印 沙漠里的大风刮起来飞沙走时 如何还能看到彭加木的脚印呢 最后疑点就是 作为当时考察队的队长 彭加木曾经严厉规定 出外行动必须是二人结伴 彭加木又怎么会自己打破了自己所定下的规矩呢 且不说他这样很不安全 他一个人出去寻找水源 也不符合当时的处境 因为找到水源才是目的 他没必要独自冒险 这样不但对自己不好 而且也是把大家的生机当成儿戏 但是网上这篇文章的分析结论 是基于认定2005年4月11日发现的那具干尸 是彭加木本人 后来欧阳查证得知 在中科院试图说服彭加木的儿女 接受DNA鉴定的时候 遭到了委婉拒绝 尽管DNA鉴定仅需一滴血 但彭加木的一子一女的顾虑非常多 他们不知是在何种原因之下 拒绝中科院方面的DNA鉴定请求 最终彭加木干尸鉴定 在媒体的穷追不舍下不了了之 彭加木儿子给出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认为每年在罗布泊都会发现几具干尸 如果每出具一具干尸 就找他们DNA鉴定 会让他们家人一次次的失望 一次次的心理备受打击 而对于他们来说 父亲的离开要比外人看来更加悲痛 即使验证了哪一具干尸是彭加木 他也回不来了 或许对于彭加木的直系亲属来说 更愿意相信彭加木在虫洞穿越 回去了西汉成为王莽 这或许是更好的心理安慰 对于媒体和公众所表示的不解和指责 外人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当事人的心情 无论如何 彭加木至今死因不明 这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悬案 在罗布泊这片地区 到底有多少神奇的历史故事 相信有一天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考古发现 都会把谜底解开 那么有关楼兰谷国和罗布泊的故事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分析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欧阳真知退下